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三 桥梁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措施 那么这个是跟桥梁有关的 一般的时候我们考试 在桥当中的考试的安全姿势 也是考的比较多 我们首先来看机坑 机坑施工当中的风险控制措施 我们都知道挖机坑 想扩大基础挖机坑是吧 包括我们的这个悬舍桥 这个锚镜体系 那么也可以挖机坑 那么这个不管是哪个地方的挖机坑 你知道它的安全上有哪些要求 施工当中出现了机坑顶部有裂纹 坑壁坍塌或者用水用沙的时候 好了发现这些现象 我们马上要停止施工 人员撤离危险区域 待采取的措施确认安全后 我们方口恢复施工 第四点呢 机坑外的堆土 我们挖出土要进堆放 堆土呢 我们怎么堆呢 他说了首先机坑坑边缘距离 至少是在一米以外 堆处的高度是不能超过一米五的 不能超过一米五 第六 机坑内应该是有钻安全梯和土坡道来上下 那么机坑四周要设置防护栏杆 那么这个栏杆呢 可以按照高速来考虑一米二的高度 第二支架线交法施工 安全风险控制 这个是我们今年新增的啊 这个新增的关于支架的问题 首先支架立足应该指于平整坚实的地上 立足底部应该铺设电板 那么铺电板或者混土电块等扩散应力 这个问题在我们前面专门讲支架的时候呢 支架的施工也讲过这个问题 还有支架地基要做好排水 所以是严禁被水浸泡 所以说呢我们呢 在支架的下面就要挖排水沟 第三支架的立足应该有水平称和斜向 双向斜称 那水平称和双向斜称 斜称的水平夹角应该是45度 那立足高高于5米的时候 水平称间距呢 不得大于2米 那2米 那么并在两水平之间呢 我们要设置剪刀称 所以说话要考虑有水平 因为有树 树的是吧 还有水平的 水平之间呢 还要考虑什么呀 剪刀称等这些 那么支架高度超高的 较高的时候一定要设置风了 还有第五 在河水中只打支架的时候 要设防船设施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河水当中打支架 不管它通不通行 有可能会出现什么 我们流冰或者是活流的漂流物 它可能会撞到我们的支架上面 所以一定要有防船设施 第六 支架搭设的时候 要满足的要求 搭支架 可调的底座的调节挪杆 还有伸出长度超过30公分的时候呢 底座上面的挪杆是会调整的 应该采取可靠的固定措施 第三呢 满堂红支架 就叫满堂支架 四边或中间 每个四排 立杆 我们要设置 纵向的剪刀称 纵向的剪刀称 底 从底到什么 顶延续进行 那么 四点高于四里的满堂红支架 那么两端或中间 每个四排的立杆 应该从顶层开始向下 每个两步要设置一道水平剪刀称 这个是纵向的是吧 还有水平的是在水平方向的 有这个平面上的水平剪刀称 一个是立纵向的剪刀称 这个由水平剪刀称 由纵向剪刀称 在什么时候要设置 第七支架应该按照施工设计要求的方法程序拆除 严禁使用机械牵运和推导的方法来拆除支架 我们拆支架前面专门讲了 该怎么去拆 一般通过削落设备是吧 拆模板通过削落设备 拆支架呢 我们呢 不能用牵引和这个推导的方式 我们应该是人从上面呢 分别对每一个脚手架的这个支架的扣件进行清除 是吧 从上往下进行拆掉 从上往下 那么第八来拆除作业应该从上往下进行 不得上下多重或交叉罪 这就是我们四项严禁的规定 第三 蹲柱塔施工 我们桥蹲桥台 还有我们的斜拉桥或选手叫做塔柱 我们一般用的是 它说有翻模施工的风险控制 桥蹲我们一般呢 可以用翻模 滑模和爬模 当然我们用的是翻模 它这里主要讲的是翻模 高蹲施工的翻模施工 应该有专项施工方案 不管什么模板工程都要变专项 它是属于什么伟大工程 都是属于伟大工程 而且要组织并且组织专家论证 做到翻模施工 不仅仅要编砖什么 而且要组成什么 专家论证 因为我们的塔柱的话 这个一般来说都是比较高的 高蹲 高蹲肯定是几十米的这种高蹲 翻模的施工搭设作业平台 应该具有足够的强度钢的稳定性 在足够的地面上 也要是在安全栏杆通过和安全网 安全防护设施 而且要正确使用安全带 怎么是安全带 高挂低用 是吧 这个后面专门会讲安全带的使用 第二个作业面的工具材料 应该规范 调物杂捆牢固 然后来随身携带工具带 不用的工具带一定要放到什么 不用的工具带一定要放到工具带里面 我们以前曾经问过这么一个问题 是说 我们把我们这个工具 就直接放到了脚手架上面 或者放到了我们的支架上面 这样肯定不行 因为放到支架上面就是一个什么 危险源 它容易掉下去 第七 高蹲施工人员上下必须使用 支质性爬梯 爬梯当然有很多种 你可以用支质性爬梯 也可以直踢 是吧 当然也可以用我们的施工电梯都可以 但是它必须使用 高蹲施工必须使用 上下必须使用支质性的爬梯 那么安全网 防护栏杆等防护设施 应该也有安全可靠 第七 我们用吊斗 交出混凝土的时候 吊斗 吊过去把混凝土带下去 要求呢 有专人指挥 升降斗的时候 下部阵人员必须躲开 上部人员不得衣栏杆 升衣栏杆是吧 来推我们的吊斗 严禁吊斗 碰撞我们的模板和交手架 主要这个要求的话 用吊斗交出混凝土 第八 外富交手架和悬挂交手架 外富就叫悬挂交手架 应该满铺交手板和钢板网 交手架要比较 这外边的要铺上我们这个呀 板 木板是吧 或者是钢板网 那么交手架的外侧要是栏杆 那么这个主要是安全角度 安全网和钢板网 防止人在外侧也掉下去了 每部交手架应该是爬梯 是爬梯 人员应该是从爬梯的爬梯上一下 进行爬架工作 应该是从爬架的内上一下 最大 你爬梯不能从外边爬 是吧 从另一边爬 禁止攀爬我们的模板交手架 或者是由外爬架外侧进行 所以说应该从内侧 不是从外侧 第十一 拆除模板 应该是先知后拆 后知先知的原则 一般来用的是我们的 泄露设备是吧 这个拆除设备 模板拆除不得采用的 硬奥的方式 这个我们一般用的是 系罗设备是吧 第四 悬臂交出施工风险 悬臂交出里面呢 首先挂点加工应该完成 首先还要进行做视频 挂点加工完成 要进行视频 第三呢 交注蹲顶段的这个温度 就是我们零号块的这个交注 由应该是 拖架模板要进行做检查 和预压 大家知道我们前面专门讲了 零号块要预压是吧 后面一号块 二号块的这个悬臂交注 其实这块也要做试掉 那么零号块的这个预压 目的是什么 消除我们 赶件的连接的缝隙 第二呢 低级的成降 还有第三呢 就是非太阴性变性 第七 挂点安装后 应该进行全面的安装质量检查 应该按设计后再进行做夹载实验 同样的安装完以后呢 还是要做夹载实验 夹载实验 那个夹载实验以后我们用水带法 水箱法 自然台法 是吧 一般的就是我们的水箱水带法 检查惯轮的存在能力 测弹性变形量 然后呢 残余的变形量 和控制过段的量体的抛高量 这个抛高量其实就是我们的 生育拱度 那就是考虑拱度 夹载和现在都是分级进行的 第九 混土交注完前 应该再次检查惯轮的沉重结构 某固系统和悬吊系统和模板系统 第五 架桥机 当然架桥机主要是我们的装配式掉装了 架桥机在架设量的时候呢 首先呢 我们要向全体作用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这个工作 因为架桥机的架设量是属于微大工程 那么都要编专箱反弹 而且要做好安全技术交底 那么架设的时候 电源必须是专人进行控制 并设合格的专制变工 第十一 安装作业不准超复活运行 不得协调提升作业 第十二 连接消纸加工材料 必须按实力图纸进行 要求进行 不得用低缸号加工代替 不得用低缸号 第十三 大雨大雪大雾沙尘暴 以及六级上的风 我们来要停止架桥作业 5G上严谨作业 那么必须用锁锁 要稳固架桥机和起掉天车 那么架桥机停止工作时 要切断电源 第十五 架桥机一定要设备立装置 防止被累积 十七 架桥机工作前应该调整 前中后支配的高度 使架桥机的主量纵向波度 要小于1.5% 第五 高处作业等安全 高处作业里面的安全要求 主要是关于安全网 安全带的一些规定 那么安全网的要求 说作业面与最高度基础面的高差 超过2米 零边仿佛装置的时候 那么 零边应挂水水平安全网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地面 这是我们的作业高度 这是我们的作业高度 我们的作业高度在这个层面 这个层面 那么这个层面 以地面之间的高度大于多少 超过了2米 超过2米 这个是属于高处作业 我们高处的定义就是 超过2米上的就是高作业 那么作业面与水平安全网 就说没有这个哈 没有栏杆 那正叫生安全网 这边上 这个安全网呢 你我们的作业面呢 要保持一个距离 这个距离呢 他说了高差不得超过3米 也就是说这个高差要小于3米 而且水平网以最高度的基础面的距离 也不得小于2 而这个高度呢 要大于多少 要大于0.2米 一个是小于3米 一个是大于0.2米 就是说这个安全网 水平安全网的布置 你可以通过这个图来进行理解 还有安全带的使用 这个也是我们17年16年 都考过的一个内容 安全带的使用 要高挂低用的一个原则 不是低挂高用 而且安全带要不得打结 安全绳不得挂钢 还有呢 就是安全绳的有效长度 不应大于2米 还有单根绳的有效长度 不大于1米2 好 严禁 严禁安全绳用作悬吊 严禁安全绳用悬吊 共用连接器 就是这些严禁问题 你不看 其实通过你理解 也可以做出判断的要求 第四 高速度上下通道 我们要用钢斜梯 钢直梯 人形踏梯 钢这个斜梯呢 我们可以用枝质型的是吧 这个钢斜梯 当然钢直梯就是直接爬上去的 人形踏梯 还有人形踏梯 第七 高速度上下现场所有可能坠落物 应该均应预先拆除和固定 那么所存的物料应该堆放平稳 随身写的工具要装入工具袋 不得向下抛扔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抛制我们拆卸的物料 第六 水上作业安全要求 水上作业这里面呢 一个是要从水上工作 必须要取的什么字 水上水下施工许可 这啊 还有第五 水中围延 那水中的围延和水中的作业平台 你像我们学用这个 水中的成台施工啊 还有我们的这 撞孔光安装的施工 那些要搭平台 要做围延 那么这个呢 他说临边要设置高度不小一面二的防腐栏杆 而且要挂设安全网或救生圈 挂设安全网救生圈 第七 特种作业设备安全管理 首先特种设备 使用单位在设备投入使用前或投入使用后 三十天内要进行备案 要时间 第三个特种设备的定期检查 特种设备的报检 我们报检一般是在 接近有效期一个月 检验合格有效期满一个月 向特种设备检查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 第三特种设备的犯证 犯证 特种设备检查合格后 携带使用证 检验合格证 标志和检验报告和保养活动和保养单位和保养资质 知道要带哪些证进行办理犯证手续 这个是可以考到案例系的 关于特种设备的犯证该怎么去犯 要带哪些资料 这个要是作为案例系考试 第六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 现场的安全管理 首先要悬挂使用登记证书 第二个 还有安全标志和标识要进行张贴 比如说要贴哪些呢 警示标志安全注意事项 要贴是吧 还有禁用标志要贴出来 警示或禁用标志 特别是特种设备使用后 它应该将设备的电源断开 在设备明显的地方要贴什么 这个什么标志 禁用禁止使用这个标志 第三重点监控特种设备标志 第四呢 特种设备的管理制度和责任和操作 规程等张贴 当然我想最主要的还就是第二个 你要在现场为了保证 这个特种设备 它的一个使用的安全 那么从安全从管理角度 那么要做好相应的标识和标志 提出来 第八 其他安全管理措施 其他安全管理措施 首先我们看触电事故预防管理措施 第二 施工用电的设备数量在五台级以上 或者是用电设备在50千万级以上 应该编制用电组织设计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程专用的电源中 中性点的直接接力是220-380V的三项 实现值的低压电力系统 必须符合下面规定 那么采用什么 三级配电 采用二级保护 三级配电 二级保护 TN-SG0保护系统 第三 减持一击一杂 一漏一箱 的配电箱 一级一杂 就是一个杂刀控制台机械 那么一个箱 要配一个漏电保护器 配电箱 开关箱 要符合合理设置 避免不良环境因素 损害和引发电气火灾 其装设位置应该避开污染戒指 外来固定撞击和强烈振动和高温潮湿水 建 以及一染一包 第四 雨天要禁止露天 电函作业 第三 中毒事故的预防管理 中毒事件 人工挖孔灯要进行毒气试验 和配备通风设施 第二 严禁现场 粉烧 严禁现场的粉烧有害物体 第三 工人的生活设施要符合卫生要求 不能吃腐烂的 变质的和吹水要有 特别是这个 吹水要辞职上岗 持有健康症 第四 火灾事故的预防 火灾事故的预防措施里面 首先 施工现场 要严禁使用 我们的电路值 考试就这个 严禁使用 因为这个是考选择题 所以这个严禁使用什么 使用点屋灯的时候 灯雨亦燃雾 它的这个建局要大于30公分 然后呢 室内不准使用功率超过60瓦的灯泡 一般来我们用冷光源的 或者是低冷耗的 第五 暴风雨预防管理措施 那么这里说了 6G或6G以上 大风要延止灯高作业 塔吊 或是供电器等 应该按照规定要求 基地保护或是避露装置 就太 有时候 6层大风 好 这是我们这个 暴风雨的预防管理措施 好了 整个安全知识就介绍完了 其实这个安全知识的 这些内容 只是你要找到重点 哪些点容易出题的点 你就行了 你就 对后面那些管理措施 这些呢 大家以理解为主 更多的是考 判断改错题 就算是在选择 你还是以判断形式来出现 在案例当中 还是以判断形式出现 但是前面那些安全呢 比如说应居院啦 专项方案啦 等这些 危险员啦 等这些 那么这些是考案例题 而且是考案例的补充题 考的比较多 具体该怎么去判断 当然也可以考什么 改错题 该怎么去审批 这些问题 好了 安全工作 我们建议大家 请针对这个问题 多花点时间去看 因为这个毕竟 是我们的考试重点 好了 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 我们下节课再见